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品 大家好 你是誰 剛睡醒的Irene 現在是中午 還沒中午 還沒中午 現在11點20分 今天呢 我們在林森這一帶 這個隱城旁邊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吃的是 我自己個人期待很久的一個店 因為它當時的生意實在太好了 真的喔 這直接就是一個懶著去訂 它很紅喔 應該還算不錯 它就是 那我們這次訂得很順利 這個是和牛蒜 它是王品旗下的嘛 在Google上面有6000多則評分 4.9顆星 是不是有喜分數的嫌疑 不要在講話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在很多社團都看到大家說 都滿兩級的 這個兩級的情況實在是不像是 它可以在Google上獲得4.9顆星 反正要嘛就是剛開幕的時候 Google評論獲得什麼 You know 就是這種東西 評論5顆星我就送你漏啊 我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一餐究竟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你知道疫情期間是吃不到吃到飽的吧 沒有辦法外帶 吃到飽這種東西怎麼外帶 它頂多就是做一份給你 你要吃到飽你一定只能在店內用 所以呢 這也是疫情到現在 我們唯一有機會吃到 吃到飽的第一次 第一次 雖然說我們平常也不是說特別常吃 就是一般程度 因為我們兩個有點弱啦 對 我們的戰鬥力不是很新 但是我們終於可以來吃吃到飽了 久違的吃到飽了 我們就準備出發 在那裡啊 好 Check it out 好 那麼我們最後決定呢 就是吃這個 頂級和牛套餐 一個人是738 然後它的午餐時段跟晚餐時段價錢是一樣的 它只有比較便宜的套餐 在午餐時段會比較便宜 它就有兩種和牛啦 它就是極上和牛雙醬跟極上和牛徐華的兩種 658的話便宜了80塊 但是它只有一種和牛 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差一點點 再加 捏一下就上去了 湯的話呢 我們要決定點的就是 干貝昆布湯 另外一個是他們的限定番茄湯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它現在其實是 蜘蛛巴是不開放的 所以你要所有的蔬菜 其實都是要用點的 就是避免大家在那邊交互感染 像我們桌上也是一人一鍋 等等 你看 然後呢 我再看它的用餐規則 這邊是90分鐘 好 謝謝 謝謝 點的蔬菜都在這邊 好 謝謝 今天其實做頭戲真的還是做完 就還是怕採摩 但是如果不採摩的話 我覺得這個價錢就屌到不會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油蛙的比較 兩種不同的和牛 對油蛙差異蠻大的 對油蛙差異蠻大的 這個雙醬是比較貴的才會出現 這個油脂 感覺差異真的很顯 這個感覺很厲害耶 這個看起來是吃的 我要來算它了 好妹 對 就直接來開始吃今天的重點戲 我現在吃原味 必須吃原味 必須吃原味 黃河舞 很好吃 Erin是說 它是我們吃過最好吃的 吃到飽的和牛牛肉 欸 所言不講 這個肉很好吃 油脂吃得很ok 我上次去吃那一間 牛和牛吃到飽那個肉 反而是評價的雪花牛 比它的和牛還好吃 我們現在來吃一下另外一個 叫做 極上和牛雪花 是油花沒有那麼漂亮的那個 吃這個第二個叫做 和牛雪花 638就有 658 658 有明顯有不同喔 差80塊真的是天差地 然後呢 他們的和牛壽司 是和牛嗎 我不知道 應該就是牛肉壽司啊 等一下要看一下菜 大家才知道 點這個套餐 那就一人會贏個 我喜歡番茄的 很喜歡這個番茄的 哇 這個桌子真的是有多小 但是它居然是一張四人桌啊 真是太可怕了 欸 沾一下它這個辣醬 連醬都要用點的喔 但我覺得這是情勢所逼 不能調醬 合理 我完全接受 寧可大家不要調醬 它降低這個互相感染的風情 全部用點喔 OK的 好 這辣醬還OK的 但不太是我的菜 就塗蜜的話 我覺得這個醬 會有一點蓋過肉的味道 至此呢 我們一開始的兩盤 和牛就吃完了 就是這麼快 但我覺得還不錯 至少我有吃到 令我開心的和牛 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踩過雷不少次 每一次只要吃和牛吃到飽 基本上都不會是滿意的 平常的肉品吃起來很香 OK的嗎 是這個小肥牛的正常發揮啊 嫩 吃一下小肥牛 這應該是牛五花之類的 比較肥一點的 滿分的 其實好吃耶 它的牛肉是好吃的 雙醬來是這樣 雙醬看起來是肥的耶 這樣的話以雙醬來說應該會好吃 我剛剛有 就是這樣 好 欸 雙醬還好 有一點色 肉有一點色 但是皮還OK 因為它的肉很香 你說什麼 可是它的肉都切得滿薄的 所以不會很主蛋 你看它的豬 豬肉 超薄的 都是烏魯看不到 其實我講真的 吃這種和牛吃到飽 真的是沒有興趣吃那麼多菜 我真的覺得你好屌 好 來吃一下它的這個豬肉 目前我都沒有醬 我們等一下再點醬 豬肉其實好吃耶 而且它切得那麼薄 所以還滿有嚼勁的 OK耶 OK耶 這個五花也是 確實是不錯 梅花豬嗎 我有丟了 好棒 有 這樣的話 我們幾乎就要吃完所有的肉類 我覺得它們的肉滿屌的 沒有踩到雷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有的店家是這樣 這麼重多的肉裡面只有一種可以吃 對 這個就不行 這件是我覺得普遍來講都還水準是有 而且其實我們沒吃很多 但是你看我們的盤 對著跟山一樣 看我們很會吃 對 假象假象 這個剩下雞腿肉 雞腿肉應該沒有那麼快好 所以大家就等等 然後呢 我有點一個火鍋料 魚豆腐 這個以前呢 上學的時候 吃關東煎 如果能够夾到魚豆腐 那天就是個lucky day 好我們來點東西 第二回合的菜單公佈 雙醬 即上和牛四盤 結束了 好來囉 一起來 倒入 魚豆腐 超扎實 很綿密很扎實很屌 謝謝 怎麼會是這個形狀呢 看一下 有什麼不同 應該是多拿一盤 沒有耶下面多了一個雪花耶 偷送一個雪花給我 好啦試試試試試 哇這個 還看我這一塊 是有一點 看會不會第二批第二輪的肉 開始就沒那麼好 不是不可能啊 有啊 就差很多 你看我這一塊 對啊 我剛剛想要加醋 整碗都會醋 整碗都會醋 對 那要怎麼吃 吃起來比較好吃耶 但是畢竟是吃到飽 我覺得每關這件事情 可以不用顧到 它好吃比較重要 可是我們今天來的目的 已經達到 我們已經介紹完 今天所有吃到的食材 那剩下的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好吃 動蠅 肉的雪花其實還是 還是漂亮 油花是漂亮 跟我有一點醬油 拿得到嗎 沒有 還無法 他們其實沒有什麼海鮮 但是它是有炒蝦的 可是坦白講 我沒有很想要在這邊吃炒蝦 除此之外 它是沒有什麼別的海鮮的 那火鍋料的部分 坦白講 很一般的一些東西 然後呢 菜的部分也就是 一般你在吃到寶寶寶 會吃到的基本款 好 那麼我們的雞肉 就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種肉 雞的肉 還OK啦 就一般了 來第三回合 紅色的部分呢 它還是有這個大理思維 是OK的 好繼續開吃 我們第三回合一樣是四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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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怎樣這個價錢 那我跟你講 就是連658的河牛都不要連 你可以吃它的比較平價的項目 可能400多塊 它就是一般的吃到飽店 然後肉的品質都不錯 但是又加上了一個很好吃的河牛 我覺得這樣就不錯了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是CMD的Lia 我是Zarik 那麼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我們都有YouTube頻道 訂閱起來 跟大家分享更多美食